第一次使用LumiSPA好兴奋喔 第一次使用LumiSPA好兴奋喔 那我現在要開始使用喔 先在臉上拍一點水 機器上沾一點水 現在要擠禁膚露囉 稍等一下喔 我們的禁膚露不是擠在島口上的 是要直接擠在臉上 然後均勻的塗抹開來 再開始使用Lumi就可以囉 你有發現 剛剛有沒有聽到一個聲音 不一樣的聲音對不對 這就是告訴你 你滑太快了 LumiSPA只要慢慢輕輕的滑就可以囉 而且如果你太用力的時候 它麻煩就會暫停不讓你使用 這都是Lumi的安全機制喔 等一下喔 我們Lumi的洗法不是這樣子洗的喔 我們的Lumi必須要把它拆開來之後 倒頭洗乾淨 再把我們的這個倒頭的內側也要去沖洗一下 接著呢 我們各自晾乾 如果你想要快一點的話 你可以拿衛生紙或毛巾稍微的擦拭就好 不要用力的去旋轉 我們中間的這個轉軸可能會被損壞喔 所以輕柔的擦拭再把它放回來就可以了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充電要注意的相關事項喔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在潮濕的時候 如果你的機器Lumi是潮濕的 請不要直接放下來充電 因為這樣會導致我們的機器損壞 第二個呢 當你出現了這樣子的一個渠光的時候呢 就代表Lumi已經是完全沒有電的狀態之下了 要儘快進行充電 放上我們的充電座之後呢 插上電源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會有一個一閃一閃的這個 像呼吸一樣的燈在做一個奔跑動作的話 這個是代表Lumi它有跟機器人我們的充電座 有接觸到電源 它代表它可以進行充電了 那30秒之後呢 它就會只有這個logo燈它一閃一閃的 什麼時候要充電呢 也就是說第一個你在新機開工的時候 大概需要充16到20個小時 或者是說像剛剛我們整個已經是在一個 快要沒有電的狀態之下 你要把它充飽電 完全充飽電 也大概需要16個小時以上 所以建議各位夥伴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 比如說使用到一到兩週的時候呢 就先進行充電 那這樣子 需要充飽的時間 就不會拉的這麼長 你就隨時都可以使用到Lumi了 好現在我們看到了這個logo燈持續的亮著 就是我們的Lumi已經充飽電了 所以一定要看到這個logo燈持續的亮著 才叫做充飽電喔 大家知道嗎 我們的LumiSpa的導頭也是需要做定期的更換 我們建議三個月就更換一次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早晚各使用一次 三個月也就使用了180次 其實我們導頭的這個表面上的紋路呢 它會被磨損掉 所以效果就不會這麼好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當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會發現Lumi的聲音變大了 很有可能是因為我們導頭的裡面的卡榫 會鬆脫三個月之後 它可能會變得比較鬆 所以它聲音會變得比較大 這些都是在提醒你 要進行更換導頭 導頭跟牙刷一樣 都要做更換的動作 千萬要記得喔 alright 還有一些這個 請客 來吧 晚點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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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